液压烧工位套化40x60 这个是工作台相连的 然后我们要做一下怎样启动这个机器 首先这是电源开关 打开电源 指示灯开始显示 计算 这里是设置温度和时间 现在是设置温度 设置的100度 按一次开始设置 设置好了以后 需要再按一次这个Sight键去复位 然后再按一次的话 就是设置时间 假如设置10秒钟 好了 设置好了以后需要再按一次 OK 这就是当前的温度 现在需要启动马达 跌压马达 机器才可以工作 这个是手自动转换宽宽 如果这个处于中间 它相当于急停按钮按下去了 就是机器 无论如何都不会下压的 按手动状态它也不会下压 按自动的到位也不会下压 所以说这个一定是手动或者是自动状态 手动状态的时候需要按一下手体的按钮 这款机器的好处就是它那个压力非常大 可以达到两吨位 时间到自动抬起 然后自动状态呢 就是滑到位置 收下压 时间到自动抬起 这里是计数器 计数器压几次它就会计几次 如果想清零的话需要往上推一下 然后就清零了 再按着往上推 然后需要按着往上推它就清零 然后如果再压的话它就会又开始计数 时间到自动抬起 OK 我们机器不工作的时候 最好把它那个机器什么都按下去 把它锁定 按关键 OK 可以 介绍一下硬压器吧 可以看一下那个机器的硬压马达 这里一般的油的话我们加油 一般加到这个不要加太满 加到那个红线上面一点 不要加太满 但我们抓货的话 那个油是要取出来的 所以说客人的话要自己加油 然后那个一般的油不要低于这个红线 然后加油的话也不要加太满 就可以了 这个是循环油也不会耗多少油的 用几年以后可能要加的话再加 也很爽 也很容易的 这个是压力表 一般我们出厂设置已经调好了 所以说客人的话不要自己去调这个压力 因为这个压力的话一般处于 不要超过4就可以了 这个压力表 因为如果调的太高的话 它很容易烧掉啊 这个机器 这个马达 所以说一般的话 我们出厂设置已经设置好 自己不需要调这个压力了 如果真需要调的话 再跟我们这边跟厂家联系就可以 好了 外观拍一下 呼参好 错误 那一下新洲的时候有人来 新程啊 今天晚上挺好 那他们要并跨话 要并跨话 并跨话你已经这样了 那么后还能够 那房子好啊 应该这样 要求 中文字幕——YK